沿着历史长河速流而上 两千多年前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 是古老的中国首次与世界相连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发出了 一带一路建设的真诚邀约 引发了世界的回想和期待 中老铁路是中国与周边国家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 更是一条共商共建 共享的和平发展之路 中老双方秉持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建 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 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 至何者不以山海为原 中老两国理想信念相通 发展道路相近 前途命运详细 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同老窝的遍路索国 为陆联国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2014年4月1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窝领导人时指出 中老有意 千金难换 弥足珍贵 中老两国要永做好邻居 好朋友 好同志 好伙伴 争取尽早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 老窝领导人高度赞赏习总书记的讲话 并表示愿积极参与中方提出的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加强各领域合作 尤其是积极推进中老铁路项目建设 2015年1月20日 习总书记视察昆明南战时 做出重要指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 做好接口工作 才能做到互联互通 2015年11月13日 中老两国签署了政府兼铁路合作协定 中老铁路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同年12月2日 在老挝国庆40周年之际 老中铁路摩万段开工奠基 2016年12月25日 老中铁路摩万段开工仪式 在老挝北部朗弗拉帮举行 经过中老两党 两国最高领导人 亲自决策和推动的 这一重大战略合作项目 正式落地 在中老友谊发展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铁路总公司认真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要求 加快走出去步伐 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 全力推进中老铁路建设 确保在2021年实现中老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中老铁路 北起中国云南省省会昆明 经过玉溪 普尔 景洪 摩罕 在经老窝境内的摩丁 孟赛 朗布拉邦 万荣 最终到达老窝首都万象 线路全长1013公里 其中昆明至玉溪段全长86公里 已于2016年12月28日 正式开通运营 设计时速200公里 开行普速和动车组列车 玉溪至摩罕段全长509公里 于2015年5月20日开工建设 设计时速160公里 桥碎比达87.3% 摩丁至万象段全长418公里 于2016年12月25日开工建设 设计时速160公里 设计时速160公里 桥碎比达62.7% 其中万荣至万象段预留时速200公里条件 中老铁路昆玉段 玉摩段均由昆明铁路局常见 昆明铁路局与各参见单位密切配合 确保了工程质量和工期 摩万段由中老双方按70%和30%的 股比合资建设 这条铁路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 共同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联通的 境外铁路项目 全县采用中国铁路的技术标准 使用中国设备 它的成功建成和运营 将成为中国同周边国家木林友好 互利共赢的典范 中老铁路地质条件极其复杂 多次穿越断层 褶皱 瓦斯 盐绒 高地温 大涌水等地段 施工单位采取先进的施工工艺 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原浆双线特大桥 最高的桥墩相当于55层楼房的高度 为了确保桥墩的稳定性 施工中使用BIM技术建立桥梁信息三维模型 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原浆特大桥是中老铁路国内段最高的一座桥 比旁边的原浆公路特大桥还要高34米 它154米高的桥墩和249米主跨 都是国内同类型墙梁中手去一指的 这里是连接中老两国的友谊隧道 全长9592米 其中中国境内7170米 老挝境内2422米 施工人员挥汗如雨 以每天四米的速度向前绝境 这不仅是一个隧道 还是一个幸福的通道 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 续写新的友谊篇章 更像一个时光的隧道 迎送人们到达希望的彼岸 走向崭新的未来 中老铁路途经原浆 西双版纳 朗博拉邦 万荣等风景名声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 为打造绿色丝绸之路 施工中严格防止废土 废料造成环境污染 环保意识体现在每一项工程 每一道工序中 中老铁路国内段 两次跨越南山山江 施工过程中 采用了泥浆香和泥浆分泌器 对河流淋污染 这是一条绿色生态之路 山峰湖过 青山环绕 绿水清幽 穿行其中 丰富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 让人流远忘返 老中铁路进程后 万象至老中边境的旅行时间 将由乘坐汽车16小时左右 缩短为乘坐火车3小时以内 浩游行无几 扬帆旦信封 中老铁路建设将极大的带动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老窝沿线区域的经济发展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为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老铁路国内段沿途经过的 是遗族、歹族、布朗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 铁路建设不仅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 也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带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 纳科里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驿站 九年前 习总书记在这里看望受灾群众时勉励大家 你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李天林祖辈都是港马人 现在家里盖起了两层小楼 开启了农家乐 年收入三十多万元 现在中老铁路修到了纳科里 村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修一条铁路造福一方百姓 老挝人民同样期盼着中老铁路早日通车 奔向幸福路 道路通百叶星 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将促进农业 金融投资物流旅游技术教育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造福两国人民 在万象市 老中合作的赛瑟塔综合开发区一期建设已经完成 园区内已有三十多家企业入住 未来将吸引约一百五十家企业 每年产值可达六十亿美元 为当地创造三万多个就业机会 五色交汇相得益彰 八音合奏中和且平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一幅两国共同发展的壮美画卷 正在许许展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是中老铁路的起点昆明南站 高原蓝天下的昆明南站 就像一只美丽耀眼的孔雀 云南作为蓝昆通道 护昆通道 南部沿海及西南通道 和泛亚铁路四大通道的汇合点 将由中国西南边陲 变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未来 作为泛亚铁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老铁路 还将延伸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连通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 大通通往印度洋的陆路交通 成为促进亚洲经济腾飞翅膀的血脉经络 远起青藏高原 流经中南半岛 汇入太平洋 蓝沧江湄公河作为一条天然纽带 将中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 六国紧密相连 我住江之头 君住江之北 彼此情无限 共饮亦将水 人们相亲 命运与共 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 将使我国与沿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 往来更加便利 利益更加融合 造福沿县各国人民 实现共赢共享 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 让文明的光芒 一一生辉